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最近有其实恶物战争有明显的升级的情势 然后我最近看到了一些西方的媒体 不管是CNN也好或CNBC 都有都在传达一个对于乌克兰大反攻不力的焦虑 或你在阿斯珀论坛里头也可以看得到啊 对 没有错 阿斯珀安全论坛里头 会有人直接就问那个苏利文讲说 哎呀 其实乌克兰还没有大反攻对不对 然后苏利文就愣住了就想说 他都已经大反攻这么久了 你现在跟我讲说他没有大反攻 你叫我怎么说得出口 他说啊 我不能够说人家没有反攻 然后呢 其实从乌克兰第一个人开始呢 决定反攻就已经开始了反攻了 讲个废话 对 但是我们不能够影响他们的步骤 但分析师的焦虑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们就很明白的说 黄金期只剩下三到四个月 因为你这三到四个月 你没办法突破的话 那秋天的泥泥就来了 接着就是寒冬 那这个时候你要再想反攻就不可能了 而俄罗斯已经在去年利用寒冬 把那个整个攻势 防御攻势呢 这个顾得牢牢的 然后现在呢 他说 我看到一个分析师说 乌克兰到现在还在去试探 究竟俄罗斯的防御在哪里 而没有真正展开反攻这件事情 他们希望他的反攻能够速度快一点 你可以感受到西方的焦虑 这里面有几个新的变数 一个是瓦格纳 那瓦格纳呢 到了到了白俄罗斯之后 他也很会演 他到了白俄罗斯之后呢 他对乌克兰突然不感兴趣 他现在比较有兴趣的是立陶宛 把立陶宛吓得要死 瓦格纳对我感兴趣了 这是啥意思呢 所以呢现在立陶宛一几 然后现在瓦格纳对立陶宛感兴趣 他们还不能够归到普京身上 对 就他现在 瓦格纳现在因为我有定定他们的那个嘛 他现在的都都是去欢迎到白俄罗斯来 所以可见他们真的是在白俄罗斯 对 欢迎到白俄罗斯 因为他要招招募啊 就如果你要参加瓦格纳 你现在到白俄罗斯去报到 第二个就就是黑海古物协议的死毁 这个呢这个对于 他不只影响到俄乌战战场 而是影响到整个黑海的周边的情势 以及全球古物 比如说今天早上 好黄晓玉开盘 咚都都都都都往上跳 就说 俄罗斯他也在凸显一件事情 俄罗斯把把撕毁了黑海古物协议 以及对于呢 包括奥特萨在内的两个主要港口的轰炸 他在呢提醒了 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我们被骗了 就是这些出口的谷物根本就没有到这些了需要谷物的非非洲中 中国国家三千多艘其实都有目的地的记录 那那个里面的不到百分之一到非洲这些全都便宜了就是西方的这些的谷物业者 就是他们的在搜刮呢在战争当中的从乌克兰这边出来的谷物搜刮了之后呢炒作国际谷物的行情 他们大发力士 结果根本就没有到你们手里面 这跟黑海谷物协议的原意呢是完全不不符的 所以呢他就撕毁了 因此呢现在的国际谷物 现在呢开始呢非常的混乱 第三个是 急速炸弹的出现 急速炸弹的出现 而且已经证实 你已经用了 因为画面都已经都都已经出来了 那俄罗斯呢也已经抗议就说你你呢你炸炸炸死了记者 还炸伤了好几个联合国呢也也为这件事因为联合国是反击急速炸弹的联合国也已经讲了这件事情非常的遗憾 遗憾没有用俄罗斯接下去一定用急速炸弹等级呢去反击 对啊俄罗斯已经讲了他们的急速炸弹的库存很多 嗯他一定呢去反击 那之前我们讲过就说美国呢使用急速炸弹的表面上面呢是说呢在俄乌战党当中的乌克兰没有什么进展 这对乌克兰是事实 嗯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俄罗斯俄罗斯打到现在战争了五百多多天之后 其实俄罗斯已经停止推进了 嗯 俄罗斯已经停止推进非常久了 一整个的夏天都已经快快结束了 乌克兰的春季反攻传出来之后 真正的重点是俄罗斯就不动了 俄罗斯呢就守在现在的战线上面 你看到俄罗斯没有再往前推进啊 他们不但布置了防御公式而且不雷嘛 那他们估计说这个整个纵深最深的地方30公里耶 你去算那30公里密密麻麻的防御公式 那就是真的自己也不打算往前进啊 没有就是他已经他的部署的态度显示就是说 他已经达到了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的满足水准 他已经达到他没有要你乌克兰更多的土地 所以他才会构筑这种形态的防御公式 转攻为首是过去呢这几个月的时间呢 俄乌战场当中呢真正最核心的变化 好那俄罗斯所部署的战线可是呢整个春季大反攻到现在为为止 乌克兰的已经动员了不少的兵力 可是呢他在的俄罗斯所部署的战线上面前后推移不到三公里 而且连第一道的防线都没有碰到 我们这第一道防线俄罗斯也已经跟你讲了 他已经在第一道防线当中摆了许多的以排单位 一个排大概三三十个人 以排单位所构筑的据点 这些的据点呢到到现在为止 乌克兰连一个都没有端掉 都没有连碰都没有碰到 所以乌克兰不是有没有反攻的问题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好那在这种的这种的情况下面 俄罗斯呢反而在北边去年呢 去年被轻易的被乌克兰收回去了一大块的哈尔格 哈尔格夫 俄罗斯现在反而轻轻松松 哈尔格夫呢又收回了一块 所以现在的在战场当中来讲 乌克兰没有办法再推进 没有错啦 就是说呢苏利文大家也问他说 你乌克兰还有很多的战略部部队 其实并没有很多啦 但是那个战略部队 他既然叫做战略部队 他就是不会动的 那个战略部队 就就是战场上面 如果突发了某一些的情况 他是要防卫基辅后方的 那个战略部队是不可能投入的 乌克兰眼前能够投入了 我认为都已经投投入了 那当你把子母弹的都已经用了之后 那下去就看吧 子母弹反应的就是美国坦白讲 美国 苏利文在这两天的在在阿斯本论坦上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155的榴弹炮 我们自己都快没有了 他说要补库存 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 你知道那个那个子母弹啊 那个子母弹是用155榴弹炮发射的 他的弹体跟155榴弹炮是一样的 只是里面是子母弹的构造 因此当他的子母弹已经 当他的榴弹炮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他才供应这些子母弹把它当作是借口 但是会有用吗 没有什么用 所以接下去的乌克兰 那就看了今年的冬天了 今年的冬天到的时候 可能就是呢 在战场当中要分输赢的时候 主要是这场的反攻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效果 没有我觉得 现在乌克兰所呈现的就是一个淡将禁 没有到淡禁 但是淡将禁 元将绝 外援呢 现在感觉上面好像还在源源不断的这样子供应起来 但是乌克兰很焦虑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第一个那个数量就是一小批一小批一小批 越来越少 然后他们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大量的训练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 他们的这个后援部队呢 其实现在看到的美国内部的 就是对于援助乌克兰的声音正在越来越小 而越是进入美国的总统大选 他也知道这个最大的援助国家来源可能越来越少 所以他们需要有一场大反攻 偏偏这个时候他们试了很多地方 显然都不成功 就目前你看到所有的 我跟你讲英国啊 欧洲啦 我看英国的啦 波兰的啦 美国的啦 你去看他们的分析 当他们在分析说 啊这个部分呢 现在还在做什么尝试啊 那个部分呢 现在碰到了什么阻碍 你就知道是没有进展 嗯 然后偏偏呢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 停止黑海协议 应该不算撕毁 因为他就是解 他就是不去不去起 不去起了嘛 然后而且还主动的威胁说 任何经过黑海的外国船只 通通视为援助军援物资 对 但后面那句话没说 就说我要打 但是我一旦认为你是援助军援物资 那我就把可能把你设定为战争行为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他现在一个礼拜之内 几乎天天打奥德赛 奥德赛呢 是目前乌克兰所能掌控的 对外港口最重要的一个 没错 所以他是要把他对外的 这个运输管道 就是海上的运输管道 整个给打趴 奥德赛是黑海第一大港 就是他不只是个 商业港 不只是个谷物的出口港 他有他的战略的重要性 就像是他有他的历史地位 那俄罗斯知不知道 就是说呢 奥德萨是没有办法发动陆地进攻的 因为他的地下的攻势 完完全全是俄罗斯做的 就前苏联 他是完完全全抗炸 但是在地面上面来讲呢 奥德萨呢 受到了非常惨烈的轰炸 这个呢在乌克兰的新闻呢 谈了很多 那当然这是对于就要瘫痪了你的谷物的出口 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讲呢 最最近呢就把目标呢 对准了就是克里米亚的大大桥的攻击 不过呢谈到谈到呢乌克兰 我觉得 我觉得基辛吉之前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访问的时候呢 谈的两段话 我觉得谈的非常好 他他的因为经济学人在在在要他解释一下 说你之前不是一直都反对 从2016年你就一直反对 而且告诉大家乌克兰绝对不能进北约 进北约一定就开战吗 那个时候呢乌克兰还修了修了修了他的宪法 就表明他就是要进北约果然就开战 那你为什么现在呢支持乌克兰进北约呢 是因为是为什么样东西改变了吗 他他说乌克兰这个国国家是将来欧洲的大麻烦 他他说现在全欧洲 配配备军军队里面的所有的装备最精良的 部队人数最最多的武力最强大的是乌克兰 而且他有战斗经济经验 他说他已经是一只呢 现在在欧洲体系里面来讲 整个北约在支撑他支撑到他连F16都快拿到了 他鲍尔坦克都都都都已经有了 黄鼠梁呢 步战车所有先进的装备他通通有 北约国家大部分都还没有 他通通有 而且他们都已经经过了训练了 第二个他说但是乌克兰更麻烦的是他的他的他的政治领导班子非常糟 他的政治领导班子不因为没有经验因此他会成为北约可能跟俄罗斯呢 冲突扩大跟身高的一个很大的变数 一个这么烂的领导班子去领导一个非常精良的部队 他会让乌克兰战场上面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他希望这时候乌克兰能够进入北约是要北约军事接管乌克兰的军队吗 他他他说呢战争一结束之后呢一定要他回来 否则他说未来的乌克兰的充满变数 他会是欧洲的一个动荡的根源 他过去只用这种的角度就形容过波波兰 波兰虽然我们过去觉得他历史上面我们不觉得他这个强大的国家 可是他现在是整个欧洲当中呢陆军部队呢最强大的拥有最大的军队 你想将来我说在欧洲呢只要有有蓝的都都很麻烦 乌克兰的跟跟波兰这两个蓝的都都是很麻烦的 不要叫人家荷兰很好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我随便讲了好最后就是他还他提到还有爱尔兰呢 对我记得记忆吉呢还谈到一段他说这场的战争之后欧洲一定要做的就是一定要让俄罗斯重新回到欧洲这个大家庭 他说欧洲呢他说俄罗斯是认同他是欧洲人的但是你只让他呢非常的孤单的疏离的被孤立的活在欧洲 那个是欧洲呢长时间的乱缘一定要在战争结束之后呢让乌克兰进北约把乌克兰控制住同时让俄罗斯呢重新的回到就是欧洲的家庭里面 否则欧洲是没有淋浴的 好